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實很難 我想大家想起戒毒工作就是深山野嶺 不穿上衣的男人耕田 黑社會 很麻煩 他就改了我的花名叫甚麼 阿伯達 他說很麻煩 有時跟朋友的交際也不太好 有時會吵架 看到青年人的時候 我心想十八九歲的青年人 有甚麼好過讀書 考一些加減成趣 但也會獲領分 校長跟我說 你獲五分好的獲領分 所以基督教正生書院 就在九八年正式註冊 成為香港一間私立的中學 亦專門收容一些 曾經濫用藥物的青少年 我們每天就會在宿舍走到碼頭 搬了我們每天要吃的東西 即是物資資源 就會坐這些船進去 大約十分鐘左右 早上就由長洲睡的大兄姊妹 就在樂滿堂拿些菜回來 然後回到碼頭 就由我們姊妹 拿些菜上去宿舍 現在已經七個月了 讀了 兩個月 你兩個月 我兩個星期 即是剛進來 對 但當時來到這裡 就不是現在的樣子 對 這裡就是我們在宿舍的溫習地方 跟很多人在這裡溫習 可能做功夫 換衣服 所有屋都是被樹圍著 這些棚都沒有 在不知哪裡 就看到一條大網蛇 有五、六個人 攤大手排在一起 那麼長 當時沒有現在那麼多人 大過當時的學生 大過十七、八位 通常有一個弟兄 會幫我們一次過收完 如果全部一起收 就分很多轉 那些弟兄會先幫我們收起來 我們一三餐來自己煮 我當時就是唯一一個老師 陳兆卓 1995年加入政生會 全新投入服務戒毒後的更生青年 專業就是十七年 當時做決定來這裡工作的時候 當我決定了之後 其實我是沒有掙扎的 但是我沒有決定之前 其實我想了一段時間 其實我根本不想來 為什麼呢 因為辛苦 每天六點半起床 起床之後我們就會零修 到七點半 之後就會組會 都挺開心的 會有快樂 當我以前的生活條件 當老師的時候 很優厚或者很自由自在 自己喜歡的工作 一反過來 來到這裡的時候 好像甚麼都沒有了 早上去中環搭船來這裡 全世界的人 都是由離島去中環市中心 上班 99%的人都是下船來這裡 我就要趕船 我跟他剛剛矛盾 有時都會問自己 只要我轉身跟他走同樣的方向 那我就舒服很多了 所有人這樣走就這樣走 但我偏偏要走一個相反的方向 阿南 停了多久 七個月 七個月 非常好 很快就過 阿南 在海洋高校的時候 起碼第一個好處就是 他有一個學生的身分 他在任何的界讀所 他多好都好 他都是一個界讀所所願 學生的身分有甚麼分別呢 他可以參加公開試 可以讀完中學畢業才離開 可以參加學界比賽 和所有同齡學生一起參與活動 最重要的是 你做得好的事 你繼續 做得不好要改善的 記住 好嗎 1 2 3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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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進來孫英 這麼久已經大大小小 都參加了很多次這個比賽 都收不到我 現在 孫英 放心 放手 如果我在外面 我都會 即使我 最初對來時 我自己沒有想過 原來有機會出來 打這些公開組的比賽 我們可能 原來自己 沒有想到 如果我們有改變的時候 我們有機會 可以停 出來 好像跟一班同學一起 去經歷這些 這麼特別的經驗的時候 這些是很難得的 慢動 謝謝 謝謝 波哥有沒有打球 有出場 有出場 好像沒有 沒有 但是搶藍牌 搶了很多藍牌 我像壞人嗎 不像 真的不像嗎 不像 每個人都說我像他們 除了眼鏡 再看一次 像壞人嗎 不是吧 我現在不相信你 不知道是哪句 1985年 我最初去加拿大回香港 當時教會裡 有些朋友 帶我去正生會做義工 剛剛大學畢業 林喜勝先生見到我 他很主動的 他見到我 陳小卓 來正生會做介助工作 我當時答得很快 我說 不 不用 傻了 為什麼 剛剛大學畢業 家裡有需要 希望 都試一下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工作 從來沒有想過 如今 是正生為家的陳校長 卻曾對戒讀工作 望而止步 大學畢業回港後的十年間 他一直從事著教育工作 快樂 而富足 我做了九年 在一間會基書院裏做老師 我教數學 教化學 教麥理 教電腦科 也教過體育 但當時 教書的時候 都沒有想過自己會做解讀方面的工作 如果當時你問我會否做這方面的工作 我想我很直接回答你 不會 因為我當時教書工作裏 我覺得很順利 我自己很愉快 也有些成就感 我入正生會的時候 的人工 遠遠是我之前的四分之一 我做了十多年之後 都不足夠我十多年前去回計算的人工 我說我轉工的時候 我看到我自己的人生很富足 如果我人生那麼富足 我只有兩種想法 要麼是為了自己 不管了我自己享受 但另一個想法是分享 因為信仰都告訴我 原來生命很重要的是分享 因為我跟他分享 就成為了我人生的目標 亦我當中享受到 當中私比壽更為有福 分享裡面的美善 還有事實在我自己人生裡 根本有很多人幫過我 過了十年之後 他就再問我 他問我 喂 你會否過來 當時他知道我的心 是想離開我自己 一路教書的工作 我看到是上帝 呼召給我一個使命 我覺得我是需要來這裡 當我來到的時候 我發現我沒有了一些 以前的條件 但我有了另外一些空間 說笑說 我說我的學生 這批學生很容易增值 因為基本程度低 所以我教他多一點 他已經學得很好 每位老師都喜歡教聰明的學生 所以相對上 小老師願意教聰明的學生 我正正覺得需要那麼大 我覺得我應該回應 我是一個教育工作者 我自己深信教育可以幫助人 所以我當時就做了一個決定 做了一個決定之後 我就沒有再想起 我們請你洗澡 好 當我在這裡的時候 跟那麼多學生一起生活 在這裡做了17年 見到很多學生的改變 那種生命的美麗 也都令我很感恩 1998年 就在學校成立的同一年 陳校長久病的父親 離開認識 那時候是我爸爸剛剛生日 我爸爸生日 那時候去醫院 我買了一碗粥給他 他很喜歡吃粥 誰知道我買了一碗粥給他 見到他那次就是最後一次 去到那時候 我爸爸已經死了 已經打了包 我要求護士 讓我再見一見爸爸 我當時看著我便問 我的人生原來 一生過去 剩下最後就是這麼多 我覺得生命很短 所以很多人說 這裡有艱難 我會否後悔 我相信那些經歷也令我 不會後悔 因為生命這麼短 不能後悔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 再後悔 反而好好珍惜我們今天 今天有機會 至深萬惡金融世界 爾宇我詐 司空見罐 一博龍神輪為金融大惡人動提款機 財富殉間蒸發 你给力赚钱 他给力提款 要侦破财技易容 刺穿金融黑母 你需要他 电视史上首位财经界福尔摩斯 财经探案 星期四晚上8点30分 香港卫视 你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我很小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 我就觉得家人不疼我 我觉得爸爸就疼二哥 妈妈就疼大哥 当然其实是错的 我小时候为什么这么想 我只想自己 你们不疼我 就好像两个都不疼我 但是当我一直想成长的时候 我个人比较负面 中学的时候成绩也不好 亦都需要淋班 我学到高中一年班 我读了两次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 叫做《教坏小孩》 有些人说 你教坏小孩 我说不是 我说小孩其实是教坏 我没有见过一个真正所谓坏的学生 或者是蠢的学生 其实他后来所有的行为 都是我们做大人 我们是父母也好 我们社会也好 我们怎样去令到我们的小朋友 走错了路 我的同学 这个同学刚刚从美国回来的 我常想看他什么时候被人赶走 因为我回来之后被人赶走 可能我将来的目标 我自己很想去做一些 可能是环境方面的事 或者去做环保的事 有很多朋友都很好奇 为什么当你的学生 被接受访问的时候 不是要保护他 遮住他的眼睛 让人认不出他吗 一方面我教过学生 我说人能够面对自己的过去 才能够面对将来 遮住了眼睛 你找我扮他也行 但访问就是想你一个真人真事 告诉人家 我以前虽然过去是这样 但今天我努力改变 这是今天的事实 但以前你去学校 以前去街上做什么 做一些无谓的事 有没有打烂的事 偷东西 就是偷电话 当街怎么偷 抢 不是偷 分清楚 偷和抢是有分别的 是 抢的 但那时候抢了之后 那些钱就买毒品 对 买毒品 租车的 所谓旧期 通常法庭判来两年 就走了 现在住了四年多 我很相信当中的时候 当学生建立了对自己的期望 或者像刚才阿迪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就是说回他以前 他当然没有想过自己读书 读中诗读两次 现在读第三次 我相信今天教育里面 我大胆说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用一个标准 来量度所有的学生 世界上找不到 另一个人跟你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个个人都不同 而你又同 用同一个标准量度的话 那就一定会出现问题 而这里来说 我基本上是给老师很大的自由 然后就说下你理解 同意或不同意 你要说很客观地 告诉别人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 就是按他的需要去决定的 因为他们已经考完试了 所以今天主要来做一个杀草 因为他们很多都会觉得 杀草没什么意思 或者觉得很闷 其实他们就要完成这个目标 学习去兼忍 忍耐 有时候就会倒下肆 那些 甚至很臭 很不想倒 那一刻是想走路 那些 887 很坦白说 学生学习或不学习 是学生的心出发 他愿意学 他自然不会学 他不愿意学 无论有几乘船也好 他也是不理睬你的 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 平时叫什么 温习室 温习室 就是每一个学生 你的桌子是什么 在桌子 你一桌子 在这里 这么乱 刚刚上了 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桌子 这里有条鱼 我还没见过 为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学生 他们自己的个人用品 或者他自己的兴趣无人砌模型 或者看到公仔 或者这个同学养鱼 那都是他们一些小的嗜好 陈兆卓说自己之所以学会正面人生 是因为拥有了信仰 而对教育的态度和领悟 则来源于他自己的留学经历 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那个老师给我考试的时候 那个考试已经考了两个钟头了 但是我还没做完 但是那个老师就走过来跟我说 他说 陈兆卓 他说你交卷了吗 我说还没做完 他说这样 你不如跟我去我的教员室 我给你多一点时间做 我问他 我说老师 我比别人考的时间长一点 这样就好像不太公平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 令我今天很记得 他说他考我 是希望知道我懂不懂 而不是考我捨得快与慢 他当我是个人 很强烈 因为人是有不同的 个人的能力 他不是用一个标准量度我 这种教育理念 是很帮助我 我相信也帮助我今天去正生会 扮正生书院一个很基础的理念 我们去美国做什么 不如你说 做一个交流和分享 以及会去教会做分析 我们去了几个城市 记得吗 我们去了L.A. 我们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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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去留学习 你去学习 你去学习 他在整个正生会的教育中 是一个很强调的经验教学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去美国 我们的学生会学习战 我们的学生不只是留在课堂里面 我们小时候学坚持、怜悯、恩慈 有很多字我们小时候学会写 但对一个小朋友来说 从来说不知是什么 因为他没有经历过 但在正生会里 透过一个群体的生活 透过很多另类的经验的时候 学生就开始尝试看到 人生原来不是我 只是想着我以前是这样的 好像阿迪的故事就是 他从小到大 我自己读不到数学 所以他第一次考的时候 他懶得做 因为他不懂0分 他慢慢努力 他看到原来他可以考到80多分 这个经验就比你跟他说一篇道理 不断告诉他他可以 而是他自己也知道 原来我可以 好像有机会我和学生 去打一个篮球比赛 我们取得了12分 对方是取得72分 对方的教练是含着眼泪 过来跟我们说 他说校长我从来没有见过一队球 输60分都打到最后的秒 我的学生在旁边撞我 他说校长是吗 以前我们不会这么打球 我说你以前怎么打球 他说以前我们已经打了架 我们不会比赛打完 我相信我所说的 小朋友我们没有教好他 但是在人里面 人有一个很大的特质 就是我们充满着潜能的改变 所以只要你给机会的时候 他可以变回头 人的特性就是这样 所以对我们学生来说也一样 所以是给他机会的 我十几年在正生会 如果看到学生的改变的时候 是更加证明了我这句说话是对的 因为人当你给机会的时候 他可以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给力赚钱 他给力提款 要侦破财技易容 刺穿金融黑女 你需要她 电视史上首位财经界福尔摩斯 财经单案 星期四晚上8点30分 香港卫视 在2006年我们已经知道离开我们不远 有一间中学将会关闭 我们就跟政府说 因为这里的环境 条件这么差 以及学生也人数不少 不如让我们用这间关闭的学校吧 但当地一些小数居民 搞起一个反对的行动 就不让我们去 对 八顶车机 一个课室上课 搞得很逼 大热天时 可能就很烤 有时候有无心上课 可能搬去煤窝的校子会方便我们 去过一次立法会正座 都听过那些市民说话 可能他们都会反对 当时面对反对的时候 我心态里面是很平静的 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 我没有计较一定搬到去我就很开心 搬不到去我就一定很不开心 不是 当尤其政府说给一个地方我们原始重建的时候 他在电视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都说一句 今天如果政府都给了一块地 我都不接受的话 那我就变成用了这帮学生去做一个筹码了 或许是因祸得福 媒体的报道却无意间让正生书院从城市的边缘走进街坊四邻的视野 对校长和孩子们的支持也蜂拥而至 然而面对名声在外 陈兆卓却坚持宠辱不惊 去留无意 有人问我当正生会今天那么有名 或者任时我出外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欢迎我们 支持我们 有没有令我觉得自己很成功 我觉得如果我是觉得自己成功的话 就好像我用这帮那么需要人帮助的学生 而透过好似帮助他 反而建立我自己的成功感 反而我觉得我利用了他 我完全是没有这么想 有人说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校长 也有人标榜他为方式怪诞的教育家 而在陈兆卓自己看来 他只是扮演着父亲的角色 对自己的孩子有着期望 也因此要付出更多的爱 我认为我来到医生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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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这里吗 你不认为你来到医生 我认为我来到医生 我认为他是一个大孩子 他没有分子 他跟我们很亲密的感觉 他好像是朋友 我想这里的教学和外面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与学生的关系很亲密 他以Tony为例 一个星期有三晚在这里住 除了他日后教书 一起工作或一起玩之外 可能晚上睡觉 Tony便会睡到他旁边 因为我们根本照顾这群学生的时候 就好像是一个父母 好像一个学生 他比赛的时候 我在旁边不单是一个教练 其实我和他一起 希望他能够发挥他的本能 希望他能够达到一个美好 那我好像是父母 但同时当他拿奖之后 可能他被选了代表香港 出去受训 有一个去国内的机会 但因为我们父母的时候 我考虑的东西 就不是只是考虑教练 赢了就拿奖 好 去受训 几个威 我有学生告诉他 去国内受训 但我想就是 我是他父母的时候 我考虑他多一点 究竟他人生里需要的 是否只是比赛散打 不是的 我人生的需要就重要 希望他读书 有他的前路 希望他成长 希望他知道怎样做人 做父母的心态就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是重要的一切 天有不测风云 2009年 因涉嫌贪污 廉振公署 接入调查政生输院 负面新闻 煞事接踵而来 派了十个人 在我家 成长家 因为我两个是主要的负责人 所以就全部 在我们的家里面 拿了很多资料 那一报导出去 我们的形象就受到很大很大的质疑了 因为人家不知道 连政公署都查你 你还得了 我觉得廉振公署来的一天 那一晚 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事 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一路做的事 无论我自己是学生 或者是职员的时候 我会知道这个地方 是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而反而过来 政府为什么会 廉振公署来调查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恶言 大概六个月以后 他就给我 给陈少长 每人一封信说 对不起 我们是按照法律 需要这样做 有怀疑 谁我都要查 查了 现在发现没有问题 我们是人 一定有感受 而且我们是当头的 那一定感受是最深 压力是最大 当时 你说我绝对来说 有没有一种难受的感觉 有 因为麻烦 在网上有很多人骂我 甚至在街上 在梅窩 有两次有人用粗口骂我 我有一种 讲亦讲不通的感觉 有的 当然不是一种很愉快的感觉 如果这样看 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今天好像很委屈 被人特意整理我 令我很难过的感受 我想没有 因为从一件事 我记得我还跟老闆说 如果坐牢就好了 因为坐牢之后 我进入牢房里 可以多收一些学生 对吗 因为我告诉他 因为你无法解释 出来也是跟我 来到这里更好 但当我回想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一种放弃被压迫的感觉 我想这件事发生 有没有动摇我去正生会工作的方向 我觉得没有 反而我觉得更加坚持是对 是正确的 当时你问我 你还想搬去一间中学 我是想的 因为当天我们搬去的时候 一方面是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当时我是想 希望开一间籃球中学 希望开一间电影中学 希望开一间酒店中学 所以你想到我们整个想法的方法 我们不是想这样的防守 就是希望不要弄我 而是想一种发展性 因为我觉得 为学生制造多些机会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多些机会